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经济飞速发展,对于能源的需求量也逐渐乘上升趋势,加上我国庞大的人口技术,很多能源也都供不应求,像我们所熟知的石油、天然气等能源,每年都大量依靠下其他国家进口。 作为我国主要进口能源,之以天然气的使用半维广,几乎每家都会用到,不过,天然气的使用也与季节密切相关。 比如在我国的北方,天然气在冬季和夏季,都使用量相差就超过了十倍,这给天然气的供应也带来了很多困难。 不过,就在近期,关于天然气的好消息传出,中国一曲拿下了1.6万亿大订单,这一燃气大单极大的缓解了我国天然气市场供应失衡的局面。 对此,我国网友回应,真豪气,被祖国,这也是我国签订的首个特大型能源合作项目,亚马尔项目,该项目年产线燃气,可达250亿绿方米。 我国计划每年够的400万吨天然气,不仅我国天然气供不应求的局面得到了缓解,而且还能极大的缩短运输时间,该项目将348条货船停靠港口,通过北极东北航道,白丽海峡,向我国供应天然气,平均用时机为19天,比一般运和航线,节省了20天左右。 要知道,澳大利亚作为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,一直是我国进口天然气最多的国家,由于中国缺少这些稀缺的能源,澳大利亚曾多次提升价格,亚马尔项目标志着我国不再依赖,向澳大利亚进口天然气。 这一消息传出之后,澳大利亚的反应最大,澳大利亚很多人甚至开始喊话,不能抛弃我们,毕竟中国进口一直是他们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,对此你们觉得中国还要不要继续购买澳大利亚的能源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